可以用F5也可以 如果說你用F8一行一行執行比較慢 可以看F5的這個執行方式嗎 給別再用F8個去 我們來看看F2的這個執行方式 我們先開到F8的那個 現在我們先進去 快點 我們先進去 H2的那個 S8的那個 W3的那個 應該進來 全開可以進來 慢完成 我們先進去 放慢 可以進去 可以進去 好 這邊的話 畫面再借給我一下 我們一起來看這附身 這個地方比較不容易理解 這裡的話 我們其實除了F8之外 還可以配F5 F5部分呢 假設我今天跳到這個地方 現在的值是7 現在是7 那7應該是不會跳進來 所以它這地方會跳 跳到底下 所以它才不 這個地方是說 它不等於 它不等於之後 它才會去累加 所以這個地方就跳到 這個加總 然後呢會加 等於是會加前面的值 然後再來的話 它現在是8 8的話 所以它不會執行累加的動作 會跳回去 這樣來看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樣 它現在是10 10 跳回去 跳回去之後呢 I再加1 所以I就變成11了 11之後的話呢 才又做累加的動作 用這種方式來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這裡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 做那個程式的觀看 這個方式去做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用那個除錯 配合這個 中斷點 再加F5 對 好 我 看到 我 我 我 你 我 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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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